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来做菜了 那我今天要做什么菜呢 那就是说前几天我应该有跟各位讲 我女儿不去那个马祖吗 她有带了一些东西回来 其中有一个就是红糟嘛 那红糟我想利用这红糟来做红糟肉 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红糟肉 大部分都是用炸的 到时候再切片啊 再来沾一些调味酱来吃 那我的做法是说因为也很忙 然后天气也很热 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那种腌制的动作 我想说用一种比较简单快速的方式 来做一道红糟肉 那准备的材料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说调要那个主角当然是猪肉啦 我是准备五花肉啦 五花肉还有这个主角另外第二主角就是红糟嘛 各位看他就是前阵子他带回来的 我想說他那麼好心帶著這個回來 我總是要來做做看 女兒的孝心嘛 我們總是要來做做看說 有什麼跟一般吃的有什麼不一樣這樣子啦 我說今天就來試試看 然後另外就是 基本的就是薑片可能有點去心嘛 還有蒜嘛 這就是基本的調味調味料啦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現在就要先切 我剛才有跟各位講 我是要用比較 比較簡單 然後也快熟的方式做 那我就是先把肉把它切薄片嘛 這是最基本的 那我現在就先把肉把它切一切 這個是我去那個大市場買的五花肉 還蠻漂亮的 各位看 這個也沒有說很油啦 也不會豬肉流動的感覺 對 每一層之間比較緊密 就說肥 對 因為這個老闆是要留給 本來是做生意的吧 做生意用的 可能後來人家沒去拿 他就做給我們了 所以他拿給我們的時候是冷凍硬的 嗯 這個骨頭就不要 骨頭就去起來 他不想要咬到就不好 因為現在牙齒不是很牢靠 對 整塊 整塊是沒關係 因為整塊以後你會注意 可是他有說怕有碎骨 像這有碎骨會啪啪的 要嗎 整塊就不要中它 至少不要吃 或是說吃短 對 真的是蠻瘦 這老闆四川對我們也是還不錯啦 嗯 應該是這樣切 對 這個是大市場 我們一般買肉我們都會去大市場買 不過夏天比較少 因為夏天怕買回來肉就壞掉了 對 在那個富民市場 我們有跟各位講嘛 我們家有那個 你也用的那個冰箱 買回來就分小包裝 然後一包一包入庫 今天要吃肉就拿一包肉 一點點骨頭不用燉湯了 就直接 跟他下去到時候小心看骨頭 對啊 小心一點 就好 一小塊而已 因為現在玉魚也上線了 真的喔 吃飽了嗎 你可以這樣 玉魚吃飽了吧 我們是7點多算比較晚吃囉 這是另外一種了吧 當初明白 本來要做控肉的吧 我把它切好了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有好 可以吃好幾餐 就不用一直準備那個肉 對 我們做了100多道菜 好像沒有做過紅糟肉 我忘記了 市面上 如果說在外面看到幾乎都是整 有沒有 五花肉整條 然後就是炸好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天氣很熱 而且 一直都炸的 有想說 換換口味然後 對 也沒時間了 對 不知道各位已經多久沒有吃過紅糟肉了 搞不好他們經常在吃 嗯 只是你沒有經常吃耶 搞不好人家都有吃 搞不好都自己會自己做喔 嗯 搞不好很多很多很 很賢慧的那個家庭主婦都會自己弄 我們是比較沒時間 我們是比較沒時間 要上班 所以各位以前看我做那100道菜我都是很簡單快速 基本上熟了能吃喔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也不喜歡加太多調味料 因為現在人都是比較注重養生喔 你也不需要加一些額外的 額外的東西 雖然吃起來好吃 事實上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必要 紅糟肉的話 你要做的話一次就要做多一點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隔 怎麼講 隔餐的更好吃 比較入味啦 入味 對 基本上就切好囉 好了 還蠻多的耶 所以看還蠻多的 嗯 再來齁 就可以啦 再來就是開始要來準備囉 嗯 起鍋 我這鍋子用好久都捨不得丟 想還能用就繼續用 你這鍋子沒有用很久了 也好幾年了吧 沒有 因為上次壞了又換這個 哪一個 那為什麼這麼快就那個 這個那個 秀嗎 它那個表層就是脫漆啊 這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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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炸好 好麻煩要準備好多油 炸的話就交給別人 我們去買現場的紅糟炸 對 那如果這種 這種 這個 炒的 啊 水煮的 就自己弄就好 有時候換換不種方式也不錯啦 有時候換換不種方式也不錯啦 蒜頭和薑片怕會有破壞紅糟的味道 可是還好啦 因為我們沒有放很多啦 放一些而已 放一些而已 因為等下加水 它的味道不夠 對 太單調 對 所以我們就盡量把那個薑片 減少了 嗯 本來還多一倍 拿掉一半了 對 已經拿掉一半了 因為我也不是很喜歡薑的味道 只是說 薑嘛 就是去腥的作用 煙肉還蠻多的 哇 那時候是醃漬起來 醃漬起來本來就沒有加薑啊 沒有 煎的時候沒有啦 嗯 因為煙的話 客家人最常吃的啊 過年過年都要吃的啊 我小時候吃很多 可是做法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我是純客家裝的 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我 連在幾乎家家夫婦 在快過年頭都會做 做紅糟啦 嗯 嗯 事實上我也吃過啊 因為我看去 阿美美家那整缸很大缸的 裡面紅糟裡面還放肉啊 什麼雞腳啊 什麼雞腳啊 什麼雞腳吃法 什麼小腿 對阿酒味很重 對客家人做的那個 酒味真的很重 而且滿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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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這紅糟這個 你看你長這樣子 嗯 你找到這個味道怎麼 我先放些看看 這個比例要放多少我 我實在是不知道 就是 邊炒邊 邊看這個 紅糟還要再多 你覺得不錯嗎 對 因為它這個紅糟 大部分都要少得多 再來一個湯 還有 這麼多 對 放過去的半罐 有沒有 好 最後有沒有發出那個 有啦 早早吃完 比較煎一點 嗯 這個半罐呢 放點酒吧 對 加點酒 米酒 米酒 加點米酒的話 米酒的香氣都 鋪鼻 好香喔 馬上就出來了 還滿好吃的 然後帶點紅糟的酸味 好香喔 我都沒加下去 很香 很香 就這樣炒 這樣炒當然是不會熟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 WORK 加水去揚 燜 所以我們要加點水 兩次還是糖 會會比較好吃 糖有一些提味的效果 因为今天我们 做的是水煮红糟肉 并不是炸红糟肉片 红糟也可以做炒饭啊 都很多很多用的啊 我知道市面上最多就是炸嘛 有时候去小吃 吃个面 吃个面 住处餐也都有啊 或是找 去市场买也有人专门在卖红糟的 不是卖红糟 专门红糟肉 红糟肉 那这样可以这样炸啦 因为这样一定没有熟啦 那有没有咸 可能等一下我来试吃就知道 那这样就是盖起来 用它炸 你先试一下味道 因为不开了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有开了吗 水不是有在漫漫的 水不是有在漫漫的 你试试啊 试试一点 试试一点 你这样试试一下才会收干 你会说现在味道刚好 等一下会 因为有的红糟是 基本上都不会咸 对呀 对呀对很酸 那天我就跟你讲很酸啊 怎么害我妈妈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那天就跟你讲啊 那天是我做的啊 怎么 好像也没时候咸 然后酸 都没有咸 然后酸 所以我要你加点糖 我不知道 反正那天吃了也就这样 没有我都放冰箱啊 对呀 没有那天就这样 那就是都 就是好奇怪的味道 跟我们 跟我们客家装作 有什么 不一样 好快 对呀 我再试试 你没有放原发 不过来我还不想 我都觉得怎么那么 要放满多原发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原发 你说它没有原发 真的没有 不过来 因为之前怎么一点点 没有什么味道啊 不是本来这样吗 因为 因为我 我没做过这个了 为什么它就是这么酸 对呀 就很酸 是真的这么酸吗 我就给它焖 好奇怪的味道 怎么跟我 跟我以前我妈妈做的 给它煮一些时间 给它煮一些时间 因为 一语也好说啦 金门口味酸的啦 对吗 我以为 应该不会坏掉吧 因为买回来就放冰箱啊 可是是酸的 反正在等的时候就跟各位聊聊天 就是我小时候是住在那个 苗栗南庄嘛 那我那边是纯客家庄 那就是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 那里的 爸爸 就是妈妈们都会做 所谓的红糟 他们最后就做一大缸的红糟 甚至有时候像那个水缸 比水缸就这么大缸的那个 里面可以放 有时候放 放那个鸡肉 猪肉啦 那个 一些什么 甚至一些骨头什么 它都丢丢下去 然后就是说一阵子就说 入味了 它就会拿出来用蒸的 我记得以前我们 甚至好像 冷的都吃了 就是跟 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客家人做的 应该比较偏甜 各位看我刚才一直 吃都觉得酸 没有偏甜也没有酸 对不对 他我们 没有酸味 以前我吃的都没有酸味 我记得是没有酸 我不晓得 这个 马祖的他们 是不是他们的特色是 有点偏酸 还说每家做的 味道都不一样 他说他们是用酸的方法去腌制的 台湾是用盐巴腌制的 所以他们的不会咸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 做他们的 就是好像 没有什么咸味 然后 只有酸味 那你姐姐不是也会做红豆吗 前一两年 我姐姐 也有做 也是 也不是 这种味道 所以是红豆 红豆就自己做嘛 姐姐自己做 我姐姐自己做 做得很棒 后来可能 做得 有点累了 就没有做了 今年没有做 两年没做 两年没做 我可以学做啊 对对对 我去查资料我想我来做做看 问你姐姐怎么做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 什么味道跟我想象的差很多 对 就是偏 反正我刚才第一口吃就 怎么酸的 我以为坏掉 因为夏天吃坏了 吃坏肚子也不好啊 对 真的跟我们科奖人做的不一样 我小时候真的吃很多那个红糟 做法 好像也不太好 就是闻得比较香 清甜 那种感觉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酸 感觉像家的醋一样 对呀 怎么会 每家的配方不一樣嗎? 讓我比較收 水收乾一點 收半乾就可以了 全乾也不好吃 半乾的話它就是 就是比較稠一點 然後會沾黏在肉上面 這樣夾起來吃比較有味道 可是我這樣看起來還是很水 對啊,所以你就是 要讓它炒一炒比較乾 乾一點就對了 吃到它我想像不一樣 做起來它我想像的不一樣 它味道真的蠻酸的 當地做的 也不是說台灣的就比較好 因為每個人他有喜歡的地方 對啊,如果說 他們就喜歡這樣做成這樣子 才會成為他們的名產 對 他們的特色 尤其他們的特色就是偏酸 就是偏酸 對啊 要不然怎麼每個人去個小代官回來 其實沒有什麼好壞的問題 只是說你喜歡什麼樣子 對 就是說 我只是說我以前的意象 我記得紅糟味道不是像這樣子 這個是先入為主的印象 在這邊人的話 奇怪怎麼是甜的 這樣子啊 他又吃不習慣對不對 對對對 對啊 如果說我們 我們的帶去金牌 馬祖那邊的話 人家說這個味道好怪喔 偏甜還是 要打開讓它 收乾 不是,要打開才會收乾 你這樣蓋著不會收乾 我是覺得這樣炒一炒煮煮就好了 如果真的要吃就外面買一條回來 對 所以吃一吃就好了 就是那個炸的那個紅糟燒肉嘛 對啊 他們那種就會把肉先經過處理 就是說先跟它醃一醃裹 對 那個醬裹好來 然後到時候再拿去炸粉 像在炸排骨一樣 對,像炸排骨一樣 不過就是 天氣吃了 就是炸的吃太多了 就比較 比較不想吃啦 想要說來吃一點這個 比較 嗯 不同的做法 對 也不是不同做 就我們以前就吃很多次了 可是有些人 搞不好很多人都沒有這樣做 看幾乎 百分之搞不好七八十也沒這樣做 你反正都認為是炸的 不會不會不會 我閩南人都這樣做 這樣子喔 對 因為我小時候吃的都這樣子 我想說吃的都是也是醃在裡面 對啊 沒有,我沒有醃在裡面 我是醃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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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吃 紅糟跟肉這樣煮來吃 沒有 很少有那個 自己炸紅糟肉片的 這樣喔 都算吃得太一半 對 看夠不夠鹹 還要不要加一些胃素 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剛才有加糖了嘛 應該可以代替胃素 對啊 哪一塊吃不看 好,哪一塊吃就看好了 好 他們就吹一下 其實是 所以,是鹽痘的 入味的嗎 有鹹 可是還是酸的 對,當然是酸 酸是不會跑掉的 鹹度夠嗎? 夠 夠 這個一定要夠鹹 不然你這個配飯就沒有什麼味道了 有啦有鲜啦 可是怎么都酸这么酸 好朋友欢迎这个菜烟衣加入我们 哦欢迎哦 菜烟衣应该也吃饱了吧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阿妹妹用我新新帮他安装的这个这个厨房这个水龙头 方便很好用 快啊差不多了 好有备了哦 可以再干一点 要再干一点 它开始要烤烂 对啊就是要稍微勾一下 那可以就是一个 可以裹在肉上面的感觉 现在颜稠度越来越高了 因为本身红糟它也是有一个 一定的一个浓浓的那个 差不多了吧 也差不多了哦 差不多了 再冷的话它更有连性 这骨头发只有熟了吗 骨头熟了啦 那我就起锅好了 裹裹 它说有那么酸吗 真的是很酸 真的很酸 你没看到我在锅的时候都一直讲酸 真的是他们的 不是说有一点酸是蛮酸的 蛮酸的哦 他们去买东西不会买贵的 买太贵的 他们很会精打细酸 一般不会说买到贵到后 无法接受的 嗯 嗯 这个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品牌吧 没有啊 有吗 哎 就是 就是随便 就贴个标签而已 他们是那个 有吗 马祖他们不是很多岛吧 就是东菊 东菊岛那边 当地的居民自己做的 哦 当地居民做的 所以 不是什么公司行好食品工厂这个那样 对 就是当地居民自己 自己做的 哦 没有了 他说 那个女儿在那边是会酸吗 还是回来才变酸 哈哈哈 你的意思说可能 因为他好像没有荒原巴的话 越来越变酸吗 不想 啊 各位 明天哦 如果我还有在录影的话 还有在播的话 就是OK 对 这时候我还要上线的话 对 对 我吃一个坑啊 你要试吃吧 不会啦 那天就吃了吧 还是有一点点酸 那不是会话 对啊 就是就是就是偏酸的嘛 他们做就是偏酸的 对 嗯 嗯 嗯 可是做一般会 喜欢吃偏酸的吗 好像大家比较不会吃偏酸的 可是我上次有煮一次好像没怎样啊 对 对 好像大家都在这里 好几天没有怎样 对对 应该是没有怎样 没有怎样啊 对 只是他们的可能他们当地的人习惯是这种 嗯 这种味道的吧 对 那我当然去那边玩就是当然就是买他们当地自己人做的那种味道啊 对 所以可能比较不像说一般大工厂或什么做的那种 嗯 特殊什么调的比例啊 可能都没有吧 对 反正 东居岛的很小 他的当地居民自己做的 嗯 所以他才带回来 嗯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我们不要想那么多 对 我是觉得这做起来也是 算蛮好吃的 还是那句话还是有点偏酸 嗯 有啊有些菜也会加点醋啊 对 那就变成我糖要加多啊 加多啦 所以变成我这应该把糖比重加多 对你糖比重要加多 太少 叫做那个糖醋嘛 欸 我就改做 对 红糟糖醋 糖醋肉 肉 对 应该要改个名称 好再倒下去吧 再加点糖吧 还要再倒 你不是说 说 说你糖要再加多一点吗 因为看你好像很秀气的加一点点糖而已 你如果喜欢做吃糖醋的话就加点糖 我觉得好像 我不会讲就是 那个比例就很坏就对了 糖这样够吗 那么甜哦 糖的效果很差哦 都够够够吧 对 对 大家都在看我们吃的糖 对 嗯 这叫做糖醋红糟肉 已经改名称了 对 好 这一干我吃吃看 嗯 没办法 因为阿妹妹觉得比较酸 所以她要加一点点糖 我就好 我不晓得咧 都跟我吃的 什么都味道不一样 我改了这次我就不再改了 嗯 因为哈这个 人就是这样子啦 那就是 有一种那个 根深蒂固的观念啦 就说 就说你小时候哈 就是 习惯那个味道啊 你就 就会有那种记忆中的那种味道就对了 这是 有比较喜欢吗 有 比较好吃 对啊 糖就给她加下去 加下去就对了 比较没 感觉比较中和起来 味道比较好 对 所以糖可能 日加可能糖不能太少 对 我们从阿妹妹的口中 有蹦出一个字 好吃 这样子 对 比较够味道 对 可能糖不能加太少 对 要不然都一直显现出那种酸 酸的口感 那个口感很重 那她 刚才学生不叫我加很多糖吗 嗯 加下去就变成 糖醋了 嗯 糖醋肉 红糟糖醋肉 各位可以试试看哦 对 如果太酸肉的东西 就加点糖下去 跟它综合试试看 对 一大堆肉煮起来就这样子 那也不少啦 这也蛮大 吃两餐啦 三餐左右 以我们家 五口来讲 大家吃 两餐 那女儿比较不爱吃肉的话 大概三餐 嗯 我和 许先生还有儿子三个大 三餐左右 嗯 嗯 好啦 煮好久哦 对不起 哦 快半个小时 哦 我昨天也满身大汗 各位也看我煮了好久 真的是 嗯 可是没办法 味道就是这样 一定要调味道啊 调到满意啊 要不然等一下怎么吃晚餐 我们还没吃晚餐 对 好啦 那就终于完成了 嗯 也达到我比较 比较想要的味道 对啊 不会啊 这看起来不会像生的啦 这看起来就是好吃 好吃 对 应该算好吃哦 对对 就是有点收干 对对对 汁有收干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吃 一般肉有多酱 如果水水的话 吃起来那肉感会比较差一点 对 好啦 就介绍到这边 这就是我晚上的煮菜啊 我再炒个青菜 就可以上桌吃饭了 好啦 谢谢大家陪我煮菜煮这么久 那也谢谢你们继续支持我 那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